大陆方面的这个军事国防的这个能力 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率将军 因为美国真的是高度关注着什么呢 关注的就是这个第三艘航母 福建舰 美国的媒体美国之音 你看他现在呢就盯着这个福建舰 还说这个最新的福建舰 已经开始对它电磁弹射系统 来做近载发射测试了 要为下一步的海事做准备了 而且呢美国的海军新闻也提到说 他们社交媒体看到流传的影片 有很多军事迷啊 都在讨论着这个影片呢 说这个测试飞行器 也就是一个小红车呢 其实呢从空拍可以看到那个小红车 它呢从福建舰两个前弹射器位置之一 发射出去 然后就落入了福建舰前方的水域了 而且还溅起了水花 就像是像这样一般的水花 一个示意图秀给你看 那么呢这个事实上我想 到底现在福建舰的进度是什么 真的是大家呢 这不但是紧盯着 美国更是高度关注 这样子 它如果拿小红车做静态测试的话 就代表它的电子弹射器已经差不多了 这个小红车一定是设计它这个重量 跟飞机的重量差不多 它里面一定还有感应器 当你这个电池弹送的过程 在几百公尺的这个跑道上的时候 你的硬力是多少 能不能支持飞机起飞的速度 因为一般飞机要到220海里才能获得这个风阻 可以往前飞 那这个小红车应该 我觉得还有另外的小红车 因为你这个小红车只是一般战斗机的重量 说不定还要测试空井这种大飞机的重量 那这个数据拿到以后 就第一个看自己的电推 这个电池弹射的电力加速度的是不是很稳定 力量是不是够 速度是不是满足飞机所需要的速度 那么它里面从开始就感受你的硬力是多少 第一秒钟你大概是多少磅的 尺磅的这个推力 后面慢慢 这个数据将来就是来检查你这个电子弹射 这个设计跟运作上有没有问题 那今天为什么讲这个福特号电推 花的时间比它长 福建号已经是超前了两年 因为你这个小红车推完以后 就要进行海试 海试 海试船只稳定操作 所有的这个运作的器官都能操作的话 下面就要做技术测试跟做战术测试 这两个测试完了以后 那就可以浮育了 就正式加入入列 正式下水浮育 那是正式入列 入列了 下水是现在已经下水了 现在在做这个 它已经离开港口了 那到时候这个福建议就可以怎么 就是加入演习 就它加入演习 就是说它的航空母舰人到齐了 做一些训练 熟悉训练就可以 因为航母在建造的时候 海军的人员要随同一起 就是说我也能了解整个船的结构 不是说我上船还在迷路 对不对 那个航空母舰里面的管道 向道很多 一般人常常会迷路的 所以这个东西 都在这个船舱里面 而且你在建造的时候 这个管线是怎么样的 什么东西开关在哪里 船出的问题是后来不会有维修人员上来 就是海军船上的建制人员的维修人员 就要修理的 所以这个 这个美国也是这样 中国大陆也是这样 就是说你建造的同时 海军的操作人员也跟得一起 那这个小红车就代表说差不多了 就是在看电子弹射的运作 你想福德号就是为了电子弹射 延误了很久 那这一个电子弹射如果说 能够电子弹射能够成功 那就代表它比福德号要先进了 我们有像福德号拉回来又搞 拉回来又搞 对 因为弹射不是个很容易的事 这次我们也不能说 它推完小红车就成功了 要它获得的参数 是不是能够符合 能够把一个飞机推出去 很顺利的升空 这个是它这个进推的目的 是是好 所以刚刚其实听到这个帅将军 真的分析了已经非常详细 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福建舰 真的已经在为下一步 这个海事在做准备 而且事实上刚才这个帅将军 有特别跟福特号 对不对 拿来做对照 对比 那刚刚这个帅将军你讲说 已经是什么 已经这个福建舰已经超过两年 对 它预计这个进度 大概是比它快两年 因为福特号 第一次下水以后问题很多 大部分都处在电子弹射 电子弹射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刚好中国大陆有马伟明 这个专门搞电的专家 所以它的成功攻算 可能比较高一点 是 好 不过你的话说回来 你看现在美国陆军 已经在透露说 他们现在要干嘛 这是要嚇阻中国大陆 预计明年要在亚太部署 包括陆基战斧标准六型在内的飞弹 那么学者专家就有分析说 很可能要部署在美军 在日本冲绳的加首纳基地 由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发射精准打击飞弹PRSM 美军先前就表态 要在亚太来部署 那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帅将军 就这个部分美军 他们陆军已经在透露说 这就是要嚇阻中国大陆 真的能够成功的嚇阻吗 你讲的这两个东西 陆基的Tom Hawk战斧飞弹 跟标准六型都是很老东西了 老东西 就是说Tom Hawk的缺点是 它的只有0.8马赫 这个飞弹导弹很容易被拦截 因为人家的反导弹的飞弹 都是3马赫5马赫的速度 所以它可以拦到你 标六对隐形战机 跟超高音速的中共的导弹 没有办法有成功的拦截下来 所以这两个东西 它是要部署 就是我上次跟你讲过的 火力前推兵力后撤 把这些飞弹放在日本 沿的海岸线的很多小岛上 我们那时候讨论说 是要在日本 在韩国 还是在菲律宾部署呢 通通部 它的意思就是控制海峡 巴斯海峡 宫谷水道 跟台湾周边 前面的海峡中线的这个水道 它有打击半颈 可以打击解放军的军舰 那么海马斯的多管火机 就是对海对陆都可以用 它自己原有的这个发射管 也可以用 那就是射程比较远一点 精度高一点 这也就是符合它 把火力往前推 我不要牺牲我的这个部队 火力上可以威胁到中国大陆 但是中国大陆说 你不一定拦着我的飞弹 对不对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一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 一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一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